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處理核廢料的方法就有化學的方法 我們要講講化學的進展 會不會受到這個量子電腦的影響呢? 這一節我覺得這個也是很厲害的一個資料來的 我這裡甚至乎與自己小弟一個預言、一個估計 我覺得最後創建這種工具是諾貝爾級數的 到了有一天我們可能看到有人因為能夠發展到 透過這個量子電腦方法來幫我們 去將幾乎所有的化學反應都全部可以慢鏡 和我去完全一步一步看清楚了 我覺得是一個對於化學上 甚至乎生物化學上很偉大的貢獻來的 我為什麼會留意到這宗新聞呢? 一開始我覺得純粹將化學反應看慢一點 有什麼那麼厲害呢? 但是同時間我也看到原來我們現在在這個世代 也在講幾個禮拜前的科學新聞有報導的 就是說我們原來已經能夠把那個光合作用裡面的 每一個仔細部分的反應都能夠看得清清楚楚 而那個東西本來是很難看的 因為你說光合作用這些東西 不是說一堆化學分子和另一堆化學分子變來變去這麼簡單 是中間有一個光子的參與 是有一顆光進來 就令到你整個化學分子那裡 不只是那一塊大的化學分子 是周圍協同了一堆的這些化學物質 起了一個變化 最後客觀的結果就是能夠把二氧化碳拆散了 再重組成為這個碳水化合物 這個過程就是在那個中小學那裡 我們就不斷就講了過去 我們知道開頭的輸入物質是什麼 中間需要的是光 然後也知道最後輸出就是這些氧氣和糖分或者澱粉 這個我們知道的 中間需要用到的就是葉綠素來幫我們作為其中一個中界的媒介 來刺激促成這樣東西去發生 但是裡面中間一步步是怎麼變呢 我們其實一直沒有看清楚的 另外有個很奇妙的過程就是我們人眼為什麼看到東西呢 我們為什麼看到光子的信號下來的視網網 可以變成神經信號傳了下去呢 講就講的很簡單 是不是普通光電效應呢 不是那麼簡單的 原來就是那個視神經中間有一大堆生化作用 反應變成神經信號傳入我們的腦那裡 就是這些東西呢 是發生在 以這個的我們叫femtosecond那麼短的時間之間 什麼叫femtosecond呢 就是講的十的負十五次方那麼多秒 如果你說呢 要去用一個我們日常生活的數字來表達十的負十五次方 就是說呢 十萬份之一再十萬份之一再十萬份之一 就是十萬的三次方這樣來成所以一個這麼短的時間 我們地球上沒有什麼儀器可以拍到這麼急速的東西的 所以這些這樣的化學反應如果你想用一個攝影機來拍下來看到呢 是幾乎是沒有可能啦 就是因為太快了 但是所以呢 從這裡我看到呢 原來呢 今時今日呢 如果我們看到有科學家說能夠將一個的化學反應 還有這些講的是牽涉到光的化學反應 是將它拖慢到這個一千億倍 這個一千億呢 是拖慢了十的十的十的十一次方那麼多 那就是說呢 將剛才我們所講的那些femtosecond的那些這樣的化學反應呢 將它能夠慢動作拖慢到呢 是以萬份一秒或者千份一秒可以去看到 那我就覺得這個創建是非常厲害的 就是從此以後我們是不是對所有的化學反應 裡面的所有的微細步驟 每一個的電子和甚至是每一堆它那個化學電怎麼拆 怎麼重新組合的變化 可以逐格去看清楚呢 我覺得是越來越有可能 所以我覺得這個技術是很厲害的 那為什麼整件事和我們所謂的那個量子電腦有關呢 對了 那這裡我就嘗試 我發覺自己看都原來不是那麼容易去明白 因為很多時候我講到量子電腦 我們以往就是講它怎麼蓋量子電腦 還有哪個快點哪個慢點 那個bit數哪個多點 還有就是解釋一下為什麼它可以比傳統的電腦更加快 但是原來在這裡來說呢 用量子電腦其中一個很容易幫我們解決到 特別厲害去計算什麼問題呢 就是計算那些化學反應的問題 那在這裡呢 有些事情我嘗試去盡量用簡單語言去講一講 平時我們想計算一個化學反應呢 我自己讀量子力學的時候 那就是純粹計算一個氫原子 最簡單的模型就是一個氫原子 就將這個氫原子上面那顆電子 它的能量有多少級 還有在哪個位置 計得清清楚楚 那這個就是我們大學二年級 物理系學生的量子力學功課 甚至乎化學系的學生如果想 懂得用量子力學的方法來解釋化學呢 都要去學這個量子力學 那好了 其實呢如果你是想計算清楚了 那個只是單一個的氫原子上面的能階呢 你不只是解一條方程式那麼簡單的 因為它是一個立體系統來的 在某個位置你就將一圍的東西 拆做三條方程式 所以一個三圍系統的東西 其實你解一個氫原子 其實裡面的方程式組合是至少有三條式 因為有三個圍道 如果你還想解釋每一個圍道 去上面那個電子去那個磁舉的方向的時候呢 在每一個圍道你又再多了兩個自由度 就是說最後呢就是三二如六 是有六個自由度 你最後就是其實你要解那個氫原子上面 能量和那個磁的行為呢 你是要解六條方程 就是可以這樣去粗淺地去解釋 如果你還想解釋不是氫原子 是氫分子 因為其實我們地球上 或者在實驗室看到氫就很少可以單獨存在的 通常要一個氫的分子 它的化學結構才穩定的 就是H2 那你有兩個 變成有兩顆電子要考慮 大家之間會互相干擾 互相呼應 你都可以寫下它的量子力學 那條Shorling-Jers equation出來 但是你計的東西 那個牽涉到那個計算量呢 你就不再是說六個這麼簡單 是六個加六個有十二個自由度 出來的方程式 你可以就是說有十二條方程式 一次過要去解釋 但是在這裡呢 都還有一個假設的 我們假設這些電子 它無論動得多厲害也好 我們都不需要理會它對於原子核的影響 因為電子是比原子核輕很多的東西 那在普通這些化學反應來說 我們可以有個這樣的假設 其實這個假設甚至乎有個名字 是跟那個叫做Bonn-Openheimer approximation有關的 就是我們先前兩三個禮拜前說 奧本海默他在歐洲求學的時候 在那個Max Bond門下去做這個論文的研究呢 其實就是在說怎樣用量子力學 去把量子力學這門學問 帶到化學的世界 令到我們可以解釋 不只是單獨一個原子的行為 而是整個化學分子的行為都能夠解釋到 在某一些情況之下 你可以做一些的近似 那個近似後來就以它和它師傅命名 那個近似的內容就是說呢 我們處理這個化學分子的時候呢 可以不需要理會那些那堆原子核 純粹處理那個電子問題 基本上就了解到整個化學分子 它的那個化學行為是怎麼樣 但是呢 如果說的是我剛才說的那些光合作用 甚至乎光和我們視神經上面那些化學物 就是那些生化物質的作用的時候呢 這個叫做Bonn-Openheimer approximation 就不成立了 那你整個計算呢 是要考慮原子核裡面它的運動 它的自由度 於是整個計算那裡又再複雜了一些了 整個計算系統裡面既有電子 既有在一個分子裡面不同的原子 它們上面的原子核和它們上面的電子 所有的自由度你都一次過考慮 你要把它考慮完之後 計算出它整個東西最後它的磁力 那個的特性是多少 那個電的特性是多少 那個棱階是怎麼分佈 整件東西是可以複雜很多的 隨著你的化學分子越來越複雜 那個計算量呢 你用傳統的這種這樣的量子 來學運算方法 擺在傳統的電腦裡算 是說很難去處理 背後中間是用到什麼的數學技巧去計算 我就不嘗試去碰那些這樣的問題了 我自己試過計過類似的就是 真是很難 有些結果就是你要等幾天才能等到 或者甚至乎你真的去到二六數那些 你都不要想著可以幾天就能夠計算到這些東西 所以你在傳統的運算方法 你要去處理這個問題 要用這麼大的運算量的時候 在這裡量子電腦就似乎有一個幫助到的地方了 而且我發覺這班物理學家和化學家 他們用了一種很聰明的方法 他們不是 你想到用量子電腦 你要怎樣利用它的特性寫什麼方程式 可以把這個東西放進去讓它計算得更快 那這個固然是後來發生了的事 而是他們最厲害的就是說 在他們建立這個量子電腦的時候 他們發覺可以充分利用這個量子電腦裡面 本身已經天然擁有的量子特性 來去自動幫我 不單止去計算這個化學分子模型的問題 而是可以扮演 去拿整個化學分子本身擁有的一些特徵 來幫你去做一個實際上的模擬 就是它這個運算不是純粹幫你去計算一下加減成除 那麼簡單 它是既融合了這個加減成除的功能不止 再融合了它自己量子的性質 來幫你模擬你這個量子系統 於是在這兩個條件成立之下 它就能夠大大有能力去幫我把這個化學運算去加速 令到我們可以在更加短時間之內 就知道了那個化學反應究竟是怎樣去變化 不單止是一個單獨的化學分子的靜態的行為 而是它整個動態的行為都竟然可以很快就處理得到 所以這裏我覺得意想不到就是原來那個 就算Google它那個超級電腦都有 就是那個量子電腦都有處理這類的問題 都是發覺是特別快的 而在這幾年直接的結果就導致到 我們就有今天這一種 可以將一些很複雜很快速的化學反應 完全是慢鏡的放給我們看 然後就搞清楚裡面發生什麼事情 如果我們知道那個慢動作是這樣 其實對我們理解整件事有什麼幫助 對於如果純粹說單獨很簡單的分子 就沒有什麼特別的意思 但是我們知道人類很多的生化反應 如果你能夠知道很清楚在哪一個位置發揮關鍵作用 就很有用了 光合作用大家都不難想到有什麼用的 我們知道光合作用關鍵的位置刺激到什麼 於是就發生到那種變化 能夠將光的能量變成為這個 拆散二氧化碳的能量 令我可以組成糖分這樣 另外人眼的機制 剛才也是一個例子 有些就是更加直接 一個藥物究竟如何跟一些病原體發生作用 或者一些抗癌藥 它實際是如何跟癌症、癌細胞發生作用 一個更加複雜的藥物的結構 和一個非常複雜的病原體的蛋白質結構 兩者之間如何去相互作用 其實你去到最基層來說 你講到雖然是一個藥物和一個有生命的細胞發生作用 但是其實最後的東西都是量子力學來的 但是它是牽涉到一個很多體的量子力學 而且就是你的形狀不同 你的整個特性都不同 你就是有一個超級電腦的能力 量子電腦的能力 這個應該是講得準確一點 量子電腦 它有它那種運算的能力 來幫它們去計算一下那些東西 如何組裝得對不對 和發生過程是慢動作的去看的時候 我們就非常清楚這個藥物 它其實最能夠有效的那個位置在哪裏 就令到我們去再了解那個藥物 和那個受體之間的相互作用 是去到一個更加精細的程度 嗯 如果根據你這樣講 以前我們用藥 其實我們不知道為什麼 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 在今次 就是那個粗疏 就是那個精細程度就差很遠了 依然就純粹知道這個東西 這個這樣的化學件 就對於這個東西就有這樣的 令它氧化了還是怎樣 但是後來就知道了 這個形狀就吸到這個形狀 就抑制了 但是現在你再仔細一點 它吸起來的時候是哪一個 我簡直可以講到是哪一個化學 具體上哪一個化學件 在哪一個原子 這個分子上面的 哪一個位置 跟它什麼起了一個作用 是可以講到更加仔細的 嗯 等於我們之前講的那個病毒 這個肺炎病毒的原因就是 因為它前面那個病毒有些觸鬚 好像鎖匙那樣的 它插進去之後 它跟著開鎖 我們現在知道原來因為有一條鎖在這裡 我們斬斷了鎖 或者我們令到這個鎖開不了 這個病毒就無從發揮的作用 是不是類似這樣的解釋呢 是的 是的 類似這樣的意思 在這裡我其實就 有些都沒有講完的 就是它這個手法很令人驚訝的地方 就是很多我們基本的量子力學的概念 我們甚至乎看到 就是現在剛才台獎 在這次一開始開出來 其實有個圖很有趣的 一個好像彎彎的月亮 變成一個C字再分成了兩塊 這裡的解釋是什麼意思呢 其實這個彎彎的月亮的位置 其實是一粒電子的電子雲 它的機率分佈 這粒電子會撞向中間的一條柱 這條柱就是它穿不過的 於是它要向兩邊兜 那究竟這粒電子是兜上面、兜下面呢 我們在量子力學的世界 我們會說一起 兩樣都發生 而且你會看到上下非常對稱 50、50%的機率 最後他們會在這條柱的另外一端 相遇會出到一個干涉的條文 那這個現象呢 其實就是 計得很清楚的了 但是實際發生的時候 是可以很急速的 但是現在呢 我們把它放在量子電腦上 就可以把整個過程 等於把它重新呈現出來 這裏要強調的 它不是一個很快速的攝影機 幫你把一樣實際的實驗品去拍出來的 而是它自己去利用它自己量子的特性 把整個過程去重新模擬出來 如果我們相信 量子力學的那條式 已經是最準確去描述這些 粒子世界物質行為的這條式的話呢 我們基本上實際上 不需要去完完全全是用實驗的手段 我們用那個電腦計算的手段 已經可以重複實際上這個現實世界會發生的事情 這個我們就是說 這個模擬量子力學 放在這個量子電腦的環境裏面 可以很快地重複回現實世界上 這些化學反應發生的事情 好 這一集結束我們下一集就回來 嗯 按小鈴鐺 感謝大家一直支持良感祥工作室節目